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一樣錄我們的種植篇 一樣種植進去的方式就是很簡單就是 泡泡鏈石 然後我要種的戒指成 我們的植物是什麼 我們一樣就是這樣子下去教 然後這次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很多人都會詢問的我們的戒指 一定要分層數嗎 不一定不一定 其實是不一定要分層數的 你也可以就是說混在一起 你的戒指成你的進口培養土 下去混 混在一起下去種 這個叫混合型 這樣子可不可以 這樣子是可以的 我們這一次就是用混合的方式 交給你們 那我們一樣第一層 我們這一次 第一個先種的就是 紅苦瓜 紅苦瓜 我們第一層一樣就是說 會做一個鋪底的動作 就是泡泡鍊石鋪底 我們鋪完之後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 我們的戒指 大家看到戒指 我們的紅苦瓜 我混的那個培養土的話對不對 我差不多就是戒指 是差不多是在9 9 然後進口培養土的話就是 1 9 我們的培養土就差不多是1 下去混濁 這樣子下去種 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種下去其實就是很簡單 那就是直接種了 我們就是去掉的那一層 就是說我們的培養土層 因為我們把戒指全部混在一起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就是說 倒到好 我們倒入我們的戒指 差不多這樣 OK 你們看 這樣子就種好了 然後我們就說下一顆 OK 我們量一個高度 OK 然後我們就倒入我們的戒指 OK 我們種到這邊的時候 就會有人詢問 就是說 老闆我們的那個戒指 它的那個乘數到底是怎麼抓 然後我們的混濁的比例怎麼抓 這個的話對不對 我們可以回答你就是說 就是 靠經驗 我現在教你的話就是說 我們的經驗 我們種了多少次了 我們 種多久了 這個植株 這一些品種 我們就是會盡量去抓 一個 每一年其實說 他們的戒指比例 都會些許的變化 所以我們都會 抓就是說 今年我們的戒指的話 我們就會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但是 不會 離開太多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戒指 是一樣的 我們的培養土 是一樣的 只是說 是比例的 比例的多寡而已 所以就是說 裡面的東西是沒變的 只是比例的問題 比例的話怎麼抓 就是其實 都是 要看你們那邊的環境 你下去做一個調整而已 多餘寡 會不會影響到很大的因素 不會 只是說 我們 會依我們自己 這邊 跟就是說 接下來的 你們大家的客群 買走之後 這樣子 可不可以 就是抓到一個 中間指給大家 讓大家 今年的時候 用這個戒指的比例 下去 中的話 會比較好 存活 會比較好 度下 透氣感 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是會盡量 抓一個 中間指給大家 OK 我們下一個中了 的話 也是 很簡單 下一個中了是什麼 下一個中了 就是說 我們的 新自備 薄心 只要記得就是 其實我們中新自備 這個的話對不對 我們的戒指比例對不對 它的培養土 它的含水層 它會特別的高 所以我們就是說 我們依我們那邊 剛剛調整的比例 好 那我們再倒入一點點 我們這次一樣中三盆 我們比例盡量可以抓到就是 說 我希望差不多是在 4-5 培養土4 顆粒5 我自己在種星星 星之輩的話 我的培養土的那個量 其實是抓很高的 因為其實說星星我們種酒之後對不對 其實到夏天的時候就是它最大的 它的考驗 為什麼是它最大的考驗 因為就是說它特別會在夏天的時候 它的根系特別會燒掉 燒掉之後其實它就很難再發根了 發根速度會變得特別慢 所以我們的 含水量的比例會調高一點點 但是夏天要不要澆水 其實是說 我們就是在夏天 在養星星的話 我們的澆水 其實是時間性是一樣的 看你要 一個禮拜澆一次 還是要4天澆一次都可以 可是 你一定要去澆它水 不然它的根系其實會乾掉 OK 那我們混好之後對不對 我們就是下去種 一樣 我們第一層的話就是 做一個booty的動作 好 那我們鋪完底之後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把 星星 拿來種 其實是說我們在種那些蜘蛛對不對 之後 它也都是會 我們會拿去那個 擺攤啊 現場啊 下去種 所以你們有時候會 拿到老闆 影片介紹的這幾顆蜘蛛 沒有那個都看運氣 好 那我們就是植物 你看我們的 星星就是非常的大顆 可是說 它 有一定的高度 所以就是說 記得我們種下去的時候對不對 你的桿子 盡量不要種那麼深 那你就是種它桿子的差不多 這個下緣這邊 你可以讓它就是不要那邊晃動 即可 OK 那我們就種下去了 OK 你看我們種下去之後 它就其實是不會晃動的 所以有些 大家就會去說 難怪我一開始之前的時候 大家在種星星啊 還是哪一個星之類的時候 你們種下去的時候 就特別容易去那邊晃動 就是說你的顆粒土用的太多了 但是說你用顆粒土用很多之後 到夏天的時候 奇怪怎麼那麼快就 燒根了 然後乾的速度又特別快 很容易就往上乾上去了 這樣子 所以這個比例你可以下去做一個調整 但是說 並不是每一個環境啊 每一個地方 的人那個 非常的適用這樣的戒指 所以就是說 你要依你那邊的環境 下去做一個調整 如果你不喜歡老闆這樣調整的比例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習慣的方式 我們接下來就是把我們第三顆種下去 其實說我們種植多的植物是非常的簡單的 沒有那麼太大的難度 重點是說 有星跟無星而已 就是說你真的有心要種多的植物 你就會去了解它的 科屬 它這一顆植物的特性 在哪裡 網路其實正常的話 你找不到沒關係 就是說 這個是星之類 你就去找 星星女王 星星王子 什麼星 柏星 愛星 等等之類的 星自輩 下去養殖 即可 他們其實大多 屬性一樣的 他們的種植方式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這樣子 我們其實說應該還要再教一樣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教的這樣對不對 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教的這樣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戒指的比例的54 這樣子 這一個我會繼續下去使用 下一個再教的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在很多人一直問就是說我們那個夜敷等等之類的敷出來 你看 敷出來這些植物 你帶了這個 已經長根了 你已經夜敷完畢了 你已經把它拿出來了 或者是說你的牙也已經長了 我們接下來這個種植下去 種在那個盆子裡面的那個戒指的量 像雨多寡 怎麼下去抓 老闆是怎麼去繁殖這些 就是說你夜敷出來的 夜敷苗這個大小的配土是如何 我們就是教一個最簡單的 我自己在那個 如果就是像這樣 這樣子單獨的一顆 我會用大型的玉米要反下去去種 但是說 依方便的話 那我們就是說 你們也可以做 就是說 用一個簡單的3吋盆 4吋盆都可以 好 我們就是說 直接把這些小顆的在種在上面 讓它一起在這個盆子裡面 大 大完到一個大小之後 你要再另外 再拔出來再去種 個毒的盆子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一開始就想要說 單獨的一顆種在這裡面 也是可以 只是說 在植物太小的情況下 有時候你盆子太大 你的水量太多的時候 容易就會造成這一個單獨的 這一個夜敷苗 會去壞掉 爛掉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說 我建議就是一開始種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 多放幾顆下去種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點 讓它 平均把你的水分去吸收掉 然後我們現在裡面 我們的配圖的話 其實說很簡單就是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剛剛新自備種的那個配圖 培養圖是顆粒5 下去種 我們就是直接 其實也不用發泡電池了 我們就是直接把它倒到滿 把它倒到滿這樣子 OK 倒到滿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就是說 拿我們的那個 大家應該都會有那個夾子啊 拿夾子出來的原因在於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把那個根 建議啦 你就是這樣子 捅開 OK 然後在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畫面放大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調整一下 OK 那我們就是說 拿你的夾子 把那個圖裡面的洞打開 然後把根系這樣子放進去 動一下 滿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是已經達到就是說 它的根系已經在土裡面了 接下來你澆水下去 它就可以有可以吸水 所以有時候 你埋到這個上面的一些芽沒關係 它一定會適者生存 這就是植物的生存原則 它一定會吐出在土面上面 它一定會吐出來的 它不會被土所埋死在裡面 不會 所以就是說 我們 種完 繁殖完 多了解植物的習性 你就知道怎麼下去用了 OK 那我們就是繼續把它挖開 種到第三顆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就是 會有人詢問 就是說 我們這個可不可以 全部都用純培養土下去 這樣子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們等一下另外一盆 我們就是用純培養土 下去擦 其實它們的速度都是差不多 我希望就是說 因為其實在葉孵的時候對不對 這個植物 這個葉孵苗 其實它是需要水分的 所以我們 我們一定要讓它那個保水的量一定要足夠 這樣它葉孵起來的速度才會夠快 所以就是說在前面這個時候 其實說它是需要那個水分的 你也可以用純 全部都是進口培養土下去葉孵 都是可以可以可行的 就看你自己 習慣 OK 我這一盆就是 放這個量 那我們的下一個 用給你看就是純培養土 是怎麼 怎麼用呢 但是說我不會整盆都是培養土 這樣會變成這個整盆的吸水量就太多了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一開始 一樣到一些看你要全部顆粒 或者或者是說 剛剛混過的這種那個 混濁過的戒指 下去做一個小鋪底 然後其他上方對不對 我們就是用培養土 下去用 我們就是全部鋪在上面 但是建議啊 你還是鋪一個差不多就是到九分滿 有一點點的空間 好上層的一點點空間 OK 然後我們就是把葉孵苗 放下來 你在用純培養土這樣子 擦的時候就會特別好 擦進去 你看就這樣 輕而易舉 因為你比較沒有石頭 下去做你的阻擋 會比較簡單 你們要確實就是說 把那個根系 一定要埋到圖裡面 這樣只是 對他們 葉孵起來的速度 會有一個 差異性 然後我們就放最後一顆 這個就是我們葉孵的那個 順序 或者是 我們的葉孵出來的已經出根出牙 我們怎麼下去就是說 插在就是說看你要放在育苗盤 或是小盆子 小盆子裡面可以放多顆一點點 讓他們一起長大之後 有一個大小 你要下去換單獨盆 單獨種 都可以 然後記得就是說 像這些蜘蛛 我們其實是說 前面兩個都是 我們的進口蜘蛛 我們都已經量 剛剛已經超過 三個禮拜以上的時間了 所以就是說 他們都已經有斬根 都已經山口乾燥等等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種好之後 其實 他們已經可以全焦透了 所以就是說 有收到我們進口的植物的 消費者 跟所有的客人都是說 你們要知道就是蜘蛛已經發根了 好 蜘蛛已經幫你做好乾燥的處理等等之類的 你們就可以 就是說 第一次就可以看你要不要焦透也可以 或者是說 你想要照著SOP流程 就是說上緣先交個兩三圈 邊緣水 等下一次再交透也可以 這個都是可以的 OK 那我們的這個葉孵苗 我們在怎麼交水呢 因為葉孵苗這個的話對不對 建議 你第一次交水的話 就是說把土麵 先把它交濕 把這個培養土 那個這個麵 把它交比較就是說 扎實一點點 這樣子就好了 那你下次交水的話 要交多多 就是說 看你的交水的頻率 主要就是說 你一次水量都可以交到 全濕的話 都建議是可以交到全濕 這樣子是會對葉孵 會比較好 那幾天交一次葉孵呢 這個的話 葉孵的話 我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大概在 三四天就可以交一次 可是 取決於你的 就是說乾燥的速度 如果你這樣三四天 這樣把它交濕一次 完之後 它不乾 那你接下來交一次澆水 你一定要再延長一點點 如果你三四天澆水 你一兩天馬上就乾掉的話 那你就可以這樣三四天澆一次 所以就是說 乾的再澆乾的再澆 這樣子是對植物 是最好的 OK 好 那喜歡我的節目 喜歡我的影片 大家都會按讚 分享給大家看 OK 謝謝大家 好嗎 我們來看